三万年前,东华用自己的修为生成封印将魔尊困住 魔尊大怒,发誓自己出来后定会回来报仇 转眼到了三万年后,作为四海八荒唯一的九尾红湖 凤九及各种宠溺于一生,性格太欢托 不仅上课开小差,被父子抓住 下课后更是淘气,带着一帮人去青瑶山寻宝 小金为凤主人的命,想要把凤九骗回去,却被凤九识破 为了逃脱家人的管束 凤九一个人跑了出去,在路上被一股黑风带到了禁地山谷 好奇心险些害死狐狸 凤九竟然触碰到了魔尊的封印,幸好东华帝君及时出现救了凤九 作为帝君的小迷妹,看到魔族的人颠倒黑白 凤九很生气,想要收拾收拾他们 没想到小金为突然出现,带走了凤九 魔族让东华帝君交出凤九,否则就要讨个说法 东华帝君表示没看到什么女子 魔族不罢休,帝君无奈,只好承诺以后会帮魔族一个忙 凤九回去后更是痴迷帝君,跑去偷偷打听帝君喜欢什么 并想要借报恩之口去参与帝君异妹枝鹤公主侍女的评选 企图接近帝君 枝鹤公主也喜欢帝君,怕侍女不老实勾引帝君 便排斥长相美丽的侍女 凤九长得如此好看,怎么样才能入选呢 前几个好看的侍女都被淘汰了 眼看就要到凤九了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在面试凤九的时候 帝君突然回来 知鹤听后欣喜地跑去迎接哥哥 留下的凤九等人便成功入选 知鹤公主如此娇重 长相出众的凤九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三生三世整上书速看吧 感谢观看